迄今未至 人类依然无法和动物进行语言上的沟通 只能通过特殊方式进行传播自己的想法 那假如动物们也有自己的内心戏 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如何啊 我是少年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一部动物也疯狂的故事 麦克斯觉得自己是纽约最幸福的狗狗 因为他的主人是卡蒂 从卡蒂把麦克斯带回家的那天起 他们之间就像灵魂伴侣一样的和谐相处 麦克斯每天忠诚地等卡蒂回家 然后有一天卡蒂带回了一只流浪狗杜克 身材庞大的杜克宣布他一定要留在这个家 并且夺走了麦克斯的床 麦克斯很是难受地过了一个晚上 于是他一大早就去找楼上的猫咪一一求助 一一提出麦克斯要表现出老大的气势 虽然这是不错的办法 但是在隔天早上 杜克抢了麦克斯的食物 他却无人为力 这时杜克看到老鼠冲过去装碎了一个花瓶 于是聪明的麦克斯立刻得意起来 这是卡蒂最喜欢的花瓶 卡蒂肯定不会怀疑是乖巧的麦克斯做的 所以杜克这次肯定会被卡蒂责怪 接着麦克斯又摔碎了其他的东西 杜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 立马向麦克斯妥协 加里的霸主就将又变成了麦克斯 后来小区的宠物狗都被管理员拉出去 放在了公园里 但是管理员唯独忘记了把麦克斯的绳子解开 无所谓的麦克斯命令杜克 给他捡树之来 杜克不情愿地去找 这时他也想出了个计谋 他把麦克斯骗进了绿林后 然后摇起绑住麦克斯的绳子就跑 麦克斯被他带飞 一只带到一个小巷 被冷静了垃圾桶里 这样麦克斯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麦克斯又被垃圾桶里的野猫 给提了出来 野猫一开口就骂杜克唇狗 于是气傲的杜克和他起了口角 狡猾的野猫一步步靠近杜克 趁其不备抢走杜克脖子上的饼牌 四周顿时出现了无数只野猫 他们都恶恶地看着杜克 杜克里马被吓跑了 麦克斯也想跑跳时 却被野猫又把明白给抢走了 等麦克斯被扔出来和杜克相遇时 两只没有明白的狗狗 立马被动物管理员抓上了车 两个管理员开着车 突然路中间出现了一只兔子 一个管理员下去 要抓他时 却被兔子立马打倒在地 接着下水到处来一只猪和蜥蜴 去把司机打下车 然后肆虎鸡蛋地占领了车 兔子也趁机去车里 救出了被抓的狗狗松土鸡 杜克好奇地问他们是谁 兔子说他们是被主人抛击后 要复仇而成立了活力虫邦 为了能出去这个笼子 麦克斯和杜克他们撒谎 自己也讨厌人类 并且杀了自己的主人 于是他们成功加入了活力虫邦 而麦克斯对本家的狗狗乖怪 发现麦克斯不见了 于是为了真爱 他鼓起勇气爬上楼顶找麦克斯 他帮助了一只老兵提比勒 提比勒答应帮他去找麦克斯 但最后只带回了那只 欺负麦克斯的野猫回来 生气的乖乖看着麦克斯的响圈 于是逼问野猫 才得知麦克斯进了下水道 加入了活力虫邦 此时的麦克斯和杜克 跟着兔子他们来到了下水道的大本营 这里有无数种动物聚集 两只狗狗含无不清的 说了自己施主的过程 接着他们要接受猪邦仪式 那就是被毒蛇咬一口 当麦克斯被强迫要上行时 进来几只野猫说 麦克斯他们是家养犬 知道被欺骗的兔子 生气的只为所有人抓住他们 杜克集中生智 咬住毒蛇的尾巴疯狂甩起来 把冲过来的动物们都给打飞了 接着毒蛇被绑在了柱子上 他刚好咬不到麦克斯 随着毒蛇的挣扎 头颈上了石头不断掉落 最后毒蛇被火火咬死 于是大家更加疯狂地咬住毒蛇他们两狗 危机关头 毒蛇不忘了解麦克斯才跑 两人最后走投无路 跳进下水道瀑布漂走了 之后 他们被冲进了海水里 大上路过了轮船 开始了一箱求食之旅 乖乖很快就把麦克斯被抓走的消息 告诉了小区域的几个宠物好友们 他们都是宠物 害怕外面的世界 但是麦克斯帮助过他们 于是他们决定出去拯救麦克斯 他们首先来到宠物口伯伯家 伯伯认识的人很多 但这正原因是因为伯伯对一意见钟情 所以他肯定同意帮忙 伯伯做到任意上 一度带着乖乖他们利用人类的设施 来到下水道口 结果正好听见兔子在计划 要去抓麦克斯和杜克 于是 冲动的乖乖出声 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乖乖他们暴露了 兔子下令抓捕他们 但总是被乖乖他们惊险地逃走 而此时饥饿的麦克斯和杜克 溜进了一座香肠加工厂 他们在里面大吃特吃 沉浸在香肠王国的美好世界里 养着狗狗从一开始的不喜欢对方 到现在也不排斥对方了 无意间杜克说他以前的主人在这附近 他被主人养大 两人的关系好了不能再好 但是有天杜克迷路 就被抓紧了看管说 杜克很想念自己的主人 于是 麦克斯就提议去找他的主人 他们找到了另一座房子 杜克很紧张 害怕主人并不希望看见他 这时 杜克看见房子里有一只猫 猫说杜克的主人已经死了 杜克听了不敢相信 他也伤心 最后房子的新主人在此时出现 杜克悲痛地冲他们大喊 要赶走他们 他也责备是麦克斯的错 让他找主人 两人发生了争执 这时动物馆女人把麦克斯抓住 杜克为了救他 自己却被抓上了车 在麦克斯一路追逐的时候 路上却碰到了兔子组合在找他俩 兔子和麦克斯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伙伴猪和蜥蜴 就被管理员也抓走了 于是兔子和麦克斯只要联手 他们开着一辆货车 一路横冲直撞 撞上了管理员的车 最后把车撞出了桥外 自己的车也给撞坏了 兔子不幸被撞运过去 麦克斯只要把兔子调出车 结果活地虫包的所有动物都来了 他们认为是麦克斯 把他们的老大搞成这样的 就在麦克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时 乖乖他们来了 一言不合 这群动物就发生了争斗 乖乖几乎是靠自己一个人 打败的所有动物 麦克斯也不忘该进去桥外救杜克 关键的车被撂在桥外的铁架上 猪和蜥蜴也爬出车外 但是杜克被关在笼子里 于是麦克斯冒险去拿钥匙 他脚下的玻璃一片片的碎了 然后等麦克斯拿到钥匙时 车也掉到了海力 就在车慢慢的下沉时 钥匙就不小心浮出了水面 眼看两狗就要在海力活会淹死 想要兔子在这个时候苏醒 连忙跳下去把钥匙掉给了麦克斯 因此他们两狗才能得救 最后兔子他们把宠物们都送回了家 兔子在地面上被一个女孩看中 保回了家 回来样样要毁灭人类的兔子 瞬间变得温顺 他不过也是嘴上说的坏话 内心却渴望被爱的小动物而已 宠物们依旧忠忠无比的 等待着自己的主人回来 麦克斯和杜克也终于可以和谐相处了 片名 爱宠大机密 对于宠物们来说 祖人就是他们的一切 他们最喜欢最需要的就是祖人的关爱 有些人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叫自己的宠物儿子女儿 然后把自己的宠物改成爸爸妈咪 其实你不需要理解 你只需要在孤独的时候养一只宠物 答案自然就会明了 很多人的家庭并没有饲养宠物 但是这并不反而他们喜欢宠物 但奈何任何宠物 都没有办法和人类沟通 我只得是语言上的沟通 在心灵上 其实人类真的可以和宠物们进行沟通 如果宠物们真的有自己的内心系 而在未来真的发明了一种 可以砸看宠物内心世界的机器 只是观看一次会比较昂贵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去观看 如果你问少年想不想 那我真的很想去观看一下 我家村里那头狗 为什么老是见到我就恶恶恨地交个不停 它到底是在用特殊方式欢迎我 还是内心真的很想怪咬我一口 这件事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是少年 以为带你看遍人生百代的电影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潜意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